今天對夾阿嬤雞的這個店有規定說 店家要設立在學外建立 而且跟國中收學要鼓勵五十公斤以上 能夠無分建立這個基地太大 讓夾者沒辦法開設 暫時有這個治療官的提案 修法 會依這個店家出一口 跟學校出一口的鼓勵來做簽名 這禮拜會送這個高大會來討論 最早沒飄 把夾肉刷過 想要夾餅 泡麵 飲料 那些是紅茶店的各種商品都可以試試看 不過這些夾紅茶店跟中收學到底要離開 台北市館第幾個五十公斤 會又進行條件 就是量測的方式去做改變 台北市牧場的規範是在國中收學五十公斤 以建築不記得的境界線來算 不過這個地書在大面積的建築 基地裡面夾紅茶店 可能會超過五十公斤 不過因為建築基地的境界線 在學校較近 線不合得開 所以會修正做以國中收 尚進的出執口來扭 最好是不要油 就不會去玩 不會玩就會玩 不會玩就是不會玩 不可能去限制小孩說他要不要玩 那外面的行為要怎麼會知道 那我們台灣是正面表列 我政府規定你做什麼 你才可以做什麼 負面表列 這樣才有辦法創新創意 要適度的了解整個的一個 國際趨勢和未來趨勢 你不能講說電玩 它就是一個獨流 諸如此類的東西 業者認為政府上官單位 可以參考國際處理 跟國際處理來進行條件 也希望國際幾位 可以提供業者配合的處理 相約處表示 這個案已經進入議會 在這次的討論 按送這禮拜的討論 繼續 綜合報道